俄羅斯向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之制 全球大部分股市下跌 油價大升 陳永報道 俄羅斯啟動對烏克蘭戰爭 西方國家宣布制裁之後 原油價格急升 歐洲和亞洲市場基準下跌超過4% 同時交投者猜測普京的攻擊力度 和西方反應會有多大 能源價格上調加強通脹恐慌 歐洲天然氣依賴俄羅斯供應 涉態下價格上升超過3% 作為國際原油市場基準的布倫特原油價格 一度每桶跳升至超過100美元 是自2014年以來首次發生 主要是由於憂慮作為第三位生產國的俄羅斯停止供應 美國德州原油期貨價格也一度超過100美元一桶 小麥和粟米也漲價 入口原油價對亞洲國家的衝擊相對比較小 而投資者擔心美國聯儲局撤回超低利息 和其他刺激股價的措施以控制通脹 如果是空電腦不能進行 紅色的閃電腦 2程不成為不成為和粟米盡 和粟米盡量用理